那么接下来开始打14号赏金兽 练羽行者 依然是神级 难度依然是一级无双 子芬克斯 怎么说呢 他这个很尴尬 你要DPS的话 你耐久不够 你要耐久的话 DPS不够 最后 而且他还有个逃跑技能 你如果想打出全额DPS的话 你就是得一直用那个 一直用SE女神 但是一直用SE女神的话 到最后的话 你知道这个八发弹 八回合过去之后 这个 他有一个那个SE女神 他这个fever条攒不满了 一回合已经攒不满了 牵涉到一个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 而且对方还有可能 在残血的时候会逃跑 而你在最后一些回合 几个回合的时候 只剩下一个八 八弹药的拿飞 这个相当相当少 他这个正好是克制 他这个血量啊 技能啊 都是克制那个 全门流的 可以这么说 嗯 逃跑 逃跑确实很讨厌 不过这一座 其实已经很多 都已经改了 就比如说 那个空中野犬 他已经没有淘宝技能了 他这个已经改了很多了 已经 给下配置 还是还是用的之前那一套呢 不过也不要紧 这个 这个其实真不 打这个boss的话 至少打这个boss的话 人物装备不是很重要的 最后贴下 我往贴的 练遇行者 神机难度 一级击破 一级无双击破 不过 不过 哎哎哎不对 不是从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 千万不能覆盖了 我 没有